現在是12點13分 我們現在是在台北市內府區行政中心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就業會 這邊是內府行政中心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就業會 在這邊辦 這邊是台北市內府行政中心 這是台北市民泉東路6段99號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民泉東路6段99號 這邊是台北市的一個行政中心 看起來沒有什麼但是上去有很多功能 等一下我們在7樓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台北市內府行政中心 內府District Demonstration Center 在北市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機會 下了2點鐘 現在大概是12點53分左右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鶴 這是黑面皮路還是怎麼樣 這是黑面皮路 好這好農賓 好農賓 大概是好農賓弄的 這是黑面皮路 我們可以看到它內府 一個市政府 它到底有多少機關 它有內府就業服務站 等一下我們要去的 內府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立圖書館內府分館 台北市內府區公所 內府社區安全社會健康促進會 內府區護盛事務所 區健康服務中心 稅圈 基增處內府分處 市立聯合醫院 護設內府門診部 台北市中山地震事務所 內府工作站 內府是台北一個非常新鮮的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從民泉東路 我們從民泉西路站下來 這幾步路就到民泉東路 這位是警察局 我們可以看到附近的建築路 都是非常新非常好 沿著這個民泉東路六段 往五段方向 尤其是到大橋 民泉大橋這段 那個新的大樓 是台北市 或者是台灣現在最繁華 工業最發達的地區 高新科技的 遠區非常多 或者是大賣場 或者是服務業中心 非常多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 台北市 民泉東路六段 九十九號 這個內府行政中心附近 當我們搭公車 從民泉東路上 鴻三十二 就可以到 或者我們要搭文湖縣 從中山國中站下來 走幾步路 就到民泉東路上面 因為我以前在民泉東路 三段多過四號 所以我在這邊 三段的九二公橋算熟悉 一下就二十二年過了 今天來到 還是想不到也是 在這個區域 現在還發達起來了 明天東路四段五段六段 在台北市不得了的地區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新的大樓 蓋的是非常高的水準 像台北市現在越蓋 越新的大樓 越有水準 但它的減冷系統 大樓減冷系統 還沒有那個系統 這邊我們看到是 士林地方法院 原來士林地方法院 是設在這裡 臺北市 到台北市 臺北市 士林地方法院 臺北市 臺北市 這邊有 非常多公車通過 我們可以看得到有紅 紅29,紅32,藍27 這邊也有521 521617 903 還有這個 2118630 2118630 還有這個內湖行政中心 有林東到台北車站的 林東286645652 內湖行政中心是很大 這裡是很高的一個郵局 他們對面這個是內湖郵局銷售中心 這裡是非常大的公立機構 但是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剛剛在公車上沒有拍 內湖非常緩緩 因為他距離非常遠 跟林前東就隔了一個橋的距離 為什麼 郝龍斌他們 國民黨在 郝龍斌或馬英九 歷進出自 12年底下 現在遇到這個 2006年 2008年 世界金融危機 但是他們還是能夠保持一定的支持率 跟蘇貞昌不相上下 主要就是他們 在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上 加價非常強的根基 尤其是內湖區 我們沒有辦法說 在公車上拍得到 那些鏡頭 沒有辦法拍一下 謝謝 我是吳基辛 從台北市內湖區發出的報導 我們去看一看 看得到嗎 可能看不太到 謝謝